我们接下来继续再来看 所以刚刚用到就column跟rall这两个函数 那这两个函数其实看起来 没有什么 但其实我发现这有的时候配合 蛮多地方好像都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懂得用column跟rall的话 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尤其像刚刚就是配合index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 当然第一步就是先做一个数字表格 1到2是 这个地方主要是因为4的倍数 所以我们4的倍数就是由rall来决定 先减掉它目前所在的列 再乘上看它有几篮 那就乘上几 这个其实也可以或多少 可以把它当个简单的公式 或者将来如果遇到类似的问题 也可以这样子来解决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第二步就是说 那我要怎么样 可以把这个冒号以前的东西去掉 当然方法有好几个 其实我也试了你可以用fine 可是后来发现用fine的话 那程式相对的比较复杂 为什么因为你要先fine到哪个位置 然后再放到mid里面去 好像比较麻烦 后来我想了一个另外有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其实有些地方都是我们用活的方法 那因为主要这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上方的栏位名称 刚好跟它的那个前面的这一个字串 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说 刚好就是冒号前面这几个字 OK 所以呢我只要知道说 它上面栏位名称 总共几个字 比如上面四个字 那我就把它加一个字 的下一个字 其实就加二啦 OK 那就是说它的开始的位置 那我把它开始位置 后面这些全部的资料 通通都取得的话 那我就 变成只有留下什么 后面的资料就OK了 所以其实只要什么 根据上面栏位名称的长度 再加两个字 的位置 记得哦 为什么加两个字 因为这个第四个嘛 第五个 第六个 所以这个位置开始 抓后面全部的资料 那用什么方式 来完成最简单 其实这边的话 只要配有两个函数 一个叫LEN 就是算上面的这个字数 第二的话呢 再利用MID就可以了 所以LEN加上MID 这个好像我们前面第一堂课就讲过 所以一 请你把这个公式 再把它剪下来 第二步的话呢 再利用MID MID的话在文字里面 MID MID函数 这个MID的话就是算 这个 我们在这个字里面 第几个字开始 那我们就把刚刚的字先贴上 贴到他的test里面 就是这些字哦 那从哪一个字开始 从 这个路值时间四个字 所以LEN LEN就算里面 帮我算一下哦 它上面的 这一个栏位 上面的这个栏位名称 总共几个? 四个字 那因为我要从他跌四个字的后面两个字 所以加二 从第六个字开始 第三个问题是 那你要 从第六个字开始 那你要抓几个字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可以再去算说 你那个 后面有几个字 总共应该 这边看起来应该有 十个字吧 不过其实你不用傻傻的去数 理论上 如果假如刚好 你要的资料 他 后面 他并不是在中间 而是后面这些资料全部要的话 那我教各位 你可以输入一个 比 他的 长度还要更大的 比如说输入99 我习惯输入99 那这个99你会发现 他意思就是说 反正呢 从第六个字开始 不管后面有几个字 我全要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当然了如果你输入大于 他这个字 他变全部都要 OK 那我们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就得到我要的 结果 当然这个时候 如果你向右填满的话 是OK的 可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应该是不OK 为什么 因为呢 你有个地方 记得一定要把它锁起来 哪个地方要锁起来 因为你 基本上向右的话 这个D1 向右的D前面应该要把它改成1 没问题 所以 在D的前面呢 记得不要锁 可是我待会向下的话 那1不能变2 因为我要指的是 算这个 蓝会名称 的字数 所以记得 请你在1的前面加个前的符号 这样的话 理论上应该就大功告成了 向右 向下 向下应该OK了 好 最后的话 把D 到G 这四个蓝选起来 快点两下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把 这个部分呢 就 快速的 就是 资料取过来 当然取过来的时候 我 建议各位 其实后面 当然 如果我们现在用的函数 主要的函数是利用什么 刚刚切割字算是用MID 加上LEN 但是这个不是 不是只有这个答案 你其实可以试看用REPRESS 用FIND 用其他函数 其实一道也可以 都也可以 只是说为什么用MID加LEN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这个方法 应该是 公式里面 我是觉得最简短 而且 最 容易理解的一个 方法 这个也是 思考出来的 OK 再来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把index 改成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用indirect 或者是用offset 其实也都办得到啦 因为 这个 可能 用到的几率不高 但是 其实还蛮好用的 如果有新学同学 可以试试看把 这个index 改改看 那 我是建议 比较重要的是说 其实呢 我们如果今天 假如我不要用 Excel的函数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改写成什么 就是像之前一样 改写成用VBA 这个时候呢 VBA 能不能占到一些便宜 那这个VBA的话呢 基本上你可以思考 我们第一步呢 是产生一个表格 1到32 那如果说 假设用VBA 产生这样的表格 在万年历 我有讲过 其实你只要有一个K就完成了 K怎么样 K等于 K等于多少 K等于多少 好 那第2个的话呢 我可以直接把某个 储存格资料抓过来 我可以用Range 我可以用Sales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 写个VBA 直接就把资料 帮我带到 这个范围里面 如果 那他一定可以啦 只是说要怎么写 这个的话呢 也许请各位思考看看 OK 怎么去做比较简单 这个有点跟万年历有点像哦 你可以先forI 所以我们假设这个框框在这里 那你可以 forI等于第2列 到第9列 然后forJ等于第4列 4567到第7列 然后SalesI列的追栏里面怎么样 去帮我把这边的资料 抓过来 其实就把程式写完了 那当然这怎么写 也许请各位先试试看 完成就是 切割 前面 资料的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它转成VBA的部分 试一下